阿姨,你看,屋好大哦,外面什么都看不见了耶。 嗯,这个时候啊,最容易出车祸了。 为什么呢? 因为开车的人只能看见几公尺远的东西。 如果汽车没有保持相当的距离,并且慢慢地开, 那么随时都会撞上前面的车子。 听说英国伦敦的屋是很有名的耶。 是啊,伦敦时常有大雾,所以叫做雾都。 每次大雾呢,都会有连环车祸。 为什么会有雾呢? 那些靠近地面的水蒸气,遇到冷的时候会凝结成很细微的小水滴, 漂浮弥漫地面,这就是雾。 不过山区的雾却可能是大气中形成的云, 由风吹送到山区来的。 雾有浓雾和薄雾, 浓雾会让人伸手不见五指。 有时候,机场的雾太大,飞机就不能降落,对不对? 对,那些不能降落的飞机会先在机场上空盘旋一阵。 如果雾一直不散,那么只好飞到附近没有雾的机场。 伦敦常常有大雾,飞机怎么办呢? 英国发展了一种有效的驱雾方法, 就是在机场周围以喷射器燃烧汽油。 在几分钟内,那些雾中的小水滴都会变成水蒸汽。 这样,飞机跑道上一百多公尺高的地方, 马上就看得清清楚楚了。 不过这种方法花费很大并不普遍。 有些科学家利用干冰, 让小水滴变成雨降了下来。 不过到目前为止, 还没有发现让人满意的方法来驱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